不好意思 他今天還可以打電話 但是他常常開外的不在 所以要把雷加在前面很簡單 你看我這樣假設從根高中 要把雷加起來 這樣一小段一小段雷加起來 你會覺得這個小段雷加起來等於什麼 等於什麼的面積 三角小面積嗎 是不是很簡單 所以小段雷加起來 因為就是假設我這隻 是v等於at 對不對 v等於at是這一點 經過一個t時間的變化之後呢 經過一個t時間的變化之後呢 我的速度來到了at 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經過時間 這邊的是at 喜歡的面積多少 at加0乘於t 除以2 at square分之2 速度來三角的面積 三角的面積是at t乘上at除以2 簡單來講這樣對不對 所以我的s就是等於什麼 2分之1 at平常 這是我們直覺上 直覺上看到的結果 直覺上看到的結果實在就是 真正數據上的結果這個樣子 等於學會微積分之後就會算出這個結果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學微積分 我們三角先去解析 現在是最學的微積分 它的結果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 但是微積分可以解決更複雜的問題 譬如有今天你一道問題長這樣子 有你一道問題是 這是v基礎 你的v是長成這樣子 4 5 那你說 在這段時間之內走得多少距離 所以你算得出來嗎 如果你可以有這個v的函數就算得出來 那同樣的道理就是算這段面積 對不對 我們用現在所學的姿勢 是我只要算這段面積 我就算他手肘的距離 就算他的速度是變來變去的 速度就算是變來變去的 我只要把這段面積算出來 我就可以得到結果了 對不對 對 是不是這樣 這樣可以接受嗎 欸 可以接受 陳韻你還好嗎 很好 腳到這邊看你快不行了 他在抽虛 我時間在過了4-5分鐘走以後 已經開始抽虛了 那他那麼短啊 明明就是20分鐘 好那 你開始抽虛的過程 我想知道 到底卡在哪裡 你覺得 好累喔 哪裏 每次上次站那邊就好累 因為上次站的朋友老師 大概所有課程裡面 最需要動腦筋的 大部分呢 一動腦筋就開始出現了 那你通腦筋不動腦筋就開始出現了 蛤 中腦筋不動腦筋 應該是通腦筋不動腦筋 沒有通腦筋不動腦筋 實際上體積太累了 那如果腦筋動腦筋動腦筋 動腦筋就是 像不知所言的情況之下 就會想出現了 所以那動腦筋也會出現了 對 不見得 有時候腦筋會打倒出來 吃東西也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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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看過小朋友 那放到水幫他就睡著了 你沒看過 好吧 那我現在問一個簡單的題目了 大家想一下 B 什麼? C 通常C的答對率比較高 對 B 我今天才看那個書 他說 就是我們大部分的測驗都是一個長時間的測驗 他說這樣效果不好 如果說比較密集頻繁的測驗的話 這樣效果會好一點 他丟了 好可愛喔 這是你叫他鼻子不要上去 這是你叫他鼻子不要上去 這是我初數叫B0 我的加速度呢 是 2 2 2公尺的加速度 我經過了3秒鐘之後 B0多少 等於5號了 我初數是每秒5公尺 我加速是每秒2公尺 3秒鐘走了多遠 3秒之後 好 好 怎麼做 24公尺 我要告訴我結果 告訴我怎麼算 好 我告訴你怎麼算 首先我們先承除它的摩速度 之後我們再把它摩速度加上B0 之後出於2 摩速度成多了 摩速度等於3乘2加5 有問題 3乘2加5 簡單來講 這一點結果是我的摩速度 對不對 對 那摩速度我們知道斜率嘛 對對對 剛剛有人講斜率 我知道 每進攻1秒 剩下多少 每進攻1秒 多少 每進攻1秒 對吧 那等於3秒鐘 對 2 斜率是2 對 對 對 所以你可以把它調整成 我的速度是由方針所構成的 這方針是什麼 是 2 T 加5 是不是這樣 這斜率是2 對不對 跟Y9的解作標是5 是不是 你們學過了嗎 y等於2x加5 反數图形 是不是在反數图形 對不對 然後我今天問你說 x等於13的時候 外面多少 是不是這樣會 是不是通通道理 然後做轉換喔 要學會轉換喔 學了數學 數學是工具 數學是工具 數學是來協助理解這個自然界的工具 但是有時候 我們學的數學 就忘了要把這個工具拿來用 就連連不起來喔 這東西 帶進去 是不是就等於這個結果 我把3帶進去嘛 1等於3帶進去 對不對 所以剛剛等於多少 15 11 對不對 所以這一點的高度是11 對不對 這一點的高度是5 那要算距離 S等於什麼 這等於面積 面積會算嗎 11加5 乘以10加4 對不對 11加5 乘以3 乘以2 是不是這樣 這多少 24 24 24嗎 24嗎 24 好 這是16 16乘以3 就是這樣 8乘以4 對不對 總20公尺 這問題 這算是很簡單的 很簡單的 基礎為一個 OK 好 所以呢 我們就把運動水給複習完了 好 就這樣 OK 我們那個時候 口袋還在看 我們知道那麼久 但是 那時候就進去很慢啊 大家公司這個就想很久啊 那有時候這樣子 因為 你不斷的重新來過一次 而且你自己在接觸更多東西的時候 更多經驗的時候 你在學同樣的東西會變得很快 你覺得以前沒有學懂懂懂 你現在會很快懂 好 這是智慧 好 像我自己 很多喜和的東西喔 是高中學的時候 懵懵懂懂懂 根本就不知道幹嘛用 等到大學畢業之後 我還生前也不知道幹嘛 因為大學就沒什麼學喜和 等到我工作的時候 我因為我們發燃一個蛋 那蛋打出去要打到三百多公尺 要求這樣 請問三百多公尺怎麼量 我往空中丟個球 然後再空中爆炸 然後我這樣爆炸點 比我這邊有三百五公尺 算那個啊 像是像是 像是 像是那條學 像是那條學 像這樣怎麼算 那這個必死定 必死定怎麼算 就是算它的高度跟那個距離 就算是太高 太高度到什麼知道 太高度到什麼 沒有我說 蹦 就只看那個公連才蹦 我想知道那公連距離有多遠 不是有一個公連距離可以測多遠 那你就 你測 你那種打過去那很不見 因為他是蹦就不見了 就晚上做 晚上做什麼 放一個那個 測時間 聲音的時間 那你必須有很精密的時間測試 因為時間一秒鐘聲音可以走330公尺左右 要不然就你拿一根棍子 早期我們就很簡單,很臭麻 那這樣有沒有這種感覺 沒有 這間課的內容就很難看 欸! 這樣,燈泡喔 我們這樣彈打出去的時候呢 我們就在爆炸 我們想啊,想像中 我先畫一條線 我再畫個圈子線 那我的人就站在這邊看就好啦 對不對,人站在這邊我這邊看 那我在這邊立標竿 立一個一個的標竿 量這個距離 想說這距離是300公尺 這310、320、290 然後就另外一張立即的標竿 我應該可以看得出來這個距離在哪裡 對不對 那你不要夠遠 那你沒有人站得夠遠 對,人家站得夠遠 結果發現球科技場空 你站太遠的話,標竿看不見 連標竿的位置看不清楚 換在望眼鏡 望眼鏡 放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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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可以嗎 現在不行 這個東西很難測啦 我們身上找個人就站一下 你就看一下,帶有沒有經過 好像經過藥還是沒經過 不知道 因為你待會兒腹常常打 不用在這邊爆炸 又在這邊爆炸 你頭抬起來 身上沒有標 沒有參考目標 你跟你的大小的那位抬頭 沒有參考目標 然後這樣打的時候 有時候照顧邊偏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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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差很多 那所以到底怎麼辦 所以我們幾何 幾何 幾何就是要兩個 經過你直接側它 抓一個三角形 然後你算它腳部的關係 就做出來 你就量這個角度 跟量這個角度 這個兩角跟這個夾角 就算是那個位置 幾何都行 是誰 是誰提出來的 我提出來的 我提出來的 屁啦 這不用屁啦 但是這東西就是人家真的在側 你在馬路上在側經過藥嗎 側三上的三角點 就是用那種方法側的 沒有什麼別的方法 只是那時候我也不知道 他怎麼側 我會不會去了解 等到我想 想完之後 我覺得他可以做的時候 去問 等一下就這樣側了 我們也並沒有超越人家 那這樣側 我會測出來 那這樣側 我會測出來 就是有聽過大概是這樣子 那但是不知道實際上怎麼側 那就是推導公司 公司推導出來 你要用Excel做這個表 所以我們的測試人員 他只要抓住這兩個角度 輸入進去我的Excel的公司裡面 我忙一個人幫我放這個蛋 距離這個距離 地面多遠 距離這邊多高 都忙可以算出來 幹嘛可以算出來 所以你要做這個事情 所以就是你以前學的東西 你用不上的時候 只要學了就學了 就忘記了 所以你不經常要去找他的應用 這是題外話 拉回來 好啦 回來這邊 講屁話再扣一點 好啦 加一點 這個 同學 這個呢 從這邊來看到 我們看到什麼事情 假設 我一個例 這個簡單 這個牛途列中 電線的意思就是說 我一個固體 我死給一個力 它一定會成為加速度 對不對 總共運動學上 我們都知道 只要有加速度 速度就會改變 只要有加速度 經過一個時間 速度就會改變 對吧 只要有加速度 經過一個時間 速度就會改變 所以先把它乘一下 F乘上 F乘上 Delta T Delta T Delta T的意思 代表一個時間 時間差 等於什麼 M A Delta T 是不是 M Delta T 什麼意思 速度 就是速度 變化量 所以它會變什麼 M Delta V 速度變化量 什麼叫做速度變化量 就是我 前一個時間下個時間 對 那如果計算它怎麼算 就是前一個時間減 就是 出數跟末數 誰減誰 末數減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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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速度變化量 增加這個速度對不對 我是拿末數減出數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算 末數減出數 所以這個可以改寫 M V1選V0 V1代表末數 V0代表出數 通常用這種方式來處理 0 第一個時間點 0 T等於你的時間點 T0 V0 V1代表 T等於某個時間之後的速度 這兩個相顯就是我的 這個叫做速度變化量 好了 這種發生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什麼事情 假設 Telta 不是 假設 F等比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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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沒有力 我這個系統沒有力 這系統沒有力的作用 所以 會推得 0 等於 M V0 V1 減V0 簡單來講 再往下寫 M1 MV1 等於 MV2 MV0 M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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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簡單來講 我們如果說 就中文的解釋 當一個物體 沒有受不外遇的情況之下 它的動量守得永遠一致 動量什麼意思 動量這個就叫動量 動量就是質量 乘上的速度 就是動量 戴號叫什麼 它英文叫Moment 動量守 動量守的意思是 簡單來講 我 站在這裡 我如果把椅子 這椅子到手上 我把椅子往這邊丟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可以查到這裡 如果沒有查清楚 如果沒有查清楚 我如果在太空中 簡單來 我在太空中 我在太空中 我這個椅子往這邊丟 會發生什麼事情 碰到玻璃 會往後退就可以了 在碰到玻璃 在碰到玻璃 往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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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力 反作用力 反作用力 各位 各位 你來看喔 一個物體 這個人拿個東西丟出去了 一個人拿個東西丟出去了 所以他們這樣是一個力 它是不是得到很多力 記不記得 但是就我們來看這兩個東西 假設這兩個被包起來 它是一個物體 一個系統 我們叫這個系統的話 這兩個系統的時候呢 可以看什麼 這是一個系統 所以在這個系統裡面 我沒有外力 我沒有外力的作用 這個系統會維持 動量手的 它原來動量多少 沒有 假設這個人 直接要是打m 這個問題是小m 看到了這東西 在手上的時候 它的動量多少 蛤 多少 0 沒有錯 就是0 對不對 它的動量是m加m 速度是0 這是原來的動量 出動量這裡 是不是 既然動向手盆 假設我知道 這個球離開我手的時候 速度是每秒鐘30公尺 那請問我的速度是多少 那就可以算了 0嘛 所以等於什麼 0等於什麼 等於大m乘上速度 加上小m乘上30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呢 你可以加上什麼 速度等於什麼 人的速度等於什麼 除一下 是每副的 大m分之小m乘上30 是不是又算出來了 是不是又算出來了 你近一點 我們要算這些跌的時候 比如說一個人在 離太空盤的距離 我要丟個攝影機 到你的攝影機 離太空盤那邊 我們怎麼算 我們要算到加速度時間 要算到加速度 他的加速中了多少時間 要算到末速度 然後另外一邊 反中力 去裝在人身上 去算末速度 就可以調來很速度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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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好 我們來試試看 證明他對不對 好 這次我們來做一個假設 假設呢 我產生這個加速度的時間 產生這個末速度的時間 我是用001秒 我的ΔT 用了001秒的時間 得到這個速度 那球好加速是多少 我們想這個球 這個物體的加速度是多少 多少 多少 誰處於誰 距離 速度處於時間 速度處於時間 速度處於時間對不對 我的速度是30對不對 時間是0.1 0.3 300 是不是這樣子 哈囉 看一下這邊 是不是這樣子 我在0.1秒之中 我從鏡子 得到了每秒30公尺的速度 我的加速是每秒300公尺的加速度 是不是 就是我把這球丟出去 我的瞬間給那個加速度 所以這球的力量是多少 沒有 欸沒嗎 是你記得 你說 如果他今天走了 一秒的話 嗯 應該要這樣 還是 他算起來不會是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300公尺 加速度 一秒 為什麼是一秒 如果他今天走了一秒的話 沒有 沒有這時間是我假設的 這沒有關係 你事實上有問題 我們等一下可以再看一下 加速度不會變嗎 就是目前在上次變加速 他目前這個程度會不會變 好 這樣子好 我們答應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不要明明 他花了delta t秒 我們都是高中生 所以我們待他 看一下這邊 我們花了delta t時間 讓他速度變成30 所以我的加速度是多少 delta t分之30對不對 我就不用去寫300了 在那個一點的話 我們把球的速度會改掉 不要用30 球的速度叫做v vm小m 所以這邊會變什麼 v小m 對不對 我的v大m 是這個樣子 這個比例關係 我們來看是不是有這個比例關係 我們現在用v的方式來推倒 你現在就用v的方式來推倒 我加速度是delta t分之 v小m 有沒有道理 有沒有道理 但目前為止 我用delta t時間讓他加速到v小m 所以我使用了多少力 我能對這固體 我能對這固體試了多少力 我加速度有了 b怎麼算 m 小m對不對 是不是小m 小m乘上am 對不對 所以是等於小m乘上什麼 vm 對不對 我已經有 我能對這個物體試的力 調這個物體被我試多少力 一樣大嘛 所以呢 那我的加速度多少 加速度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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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這個物體對我是一個力 然後我得到一個加速度 這個加速度多少 因為這個力 力是重力跟反重力嘛 對不對 數上質量 對 是f小m 數上質量就好 是不是 剛好你能對 這沒什麼 把那個帶過來 小m 乘上delta t分之vm 除以大m 是不是這樣子 加速度有了 那我先問你喔 我經過一個delta tc 之後 我的速度是多少 怎麼辦 我的VMA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talk vm是不是在這裡 速度啊 我也有加速度的嘛 我經過delta tc 時間之後 我的速度變多少 A A 是不是AM 乘上delta t 我以為是ATM A T管機 沒有 不是ATM 大C T管機 T管機 陳怡你還好嗎 你要不要站起來 站起來 趕快清醒一點 我會洗髮臉沒關係 這部分都是呼吸喔 我剛才有沒有講過一個 超越我們之前講過的範圍 有沒有講到 我問這塊 這塊有沒有講到 沒有齁 但是陳怡你 你 你專心聽你 你聽進去 你就不會想這樣 真的 好 但是現在是 頭 從左邊進去 右邊出來 我從右邊進去 左邊出來 好 這成績要變什麼 變什麼 六塔T大M小MVM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把它帶起來 整體還會變什麼 六塔T是六塔T約掉的 六塔T約掉的 是不是只剩下大M分成小MV小M 是不是 但是還有一個地方 我們要討論方向的話 這個E的方向跟它是中力跟反中力 所以要叫一個負號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們力是有方向性的嗎 我對付理師力 它給我反中力是負的方向 好 我們來看一下跟這個東西一不一樣 一不一樣 這個跟這個 是不是一樣 對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跟我們在想像 證明了 動量手是對的 是不是 我們證明動量手是對的 但是你 你全面知道這個東西 我們用力的方式去計算 有個小缺點 這個很簡單的解救物體 中力跟反中力相反當相 我如果 一個球 一個手榴彈 突然間爆炸 手榴彈在這邊 我沒有給它外力 突然間爆炸 它分成八等份 喜歡這個東西 它會維持動量手的 有沒有維持 還是維持動量手的 它八等份 這塊往這邊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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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還有另外一塊往那邊飛 哇 那我怎麼知道它怎麼飛 我去計算它用力的方式 我要去算反中力怎麼算 沒辦法做 反中力就沒辦法做 因為它開始打 所以基本上這東西 如果用中央手腕的話 我只要知道其中的幾塊怎麼飛 我就可以推測另外幾塊怎麼飛 對不對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 化成X或Y 對不對 往這邊的動量 加起來 加起來 要等於這邊的動量 往上面的動量 要等於下面的動量 加起來就好 如果這是地理方向 往Z軸的方向 跟往FuZ軸的方向 加起來 也要想等 等於0 我這就不會是動量手腕 我就可以做出來 所以 基本上我們在物理學上的東西 是非常簡單的 你剛剛是在笑什麼事 有什麼秘密 Is there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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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retary 好啦 我們 基本上我們講的這個 這是 這是力量 所以我們現在從這部分 再講的事情 好 這動量手腕部分 這個部分的公式來看個事情 我們現在拿個球 往地上去 你可不可以知道地上受多少力嗎 從這邊來看 有辦法 可以 怎麼算 你需要哪些條件 出出出莫出 出出莫出非常好 出出莫出就是 我這個球 掉到地上 的時候 下去的速度 跟它反彈的速度 假設這是V 另外這是V 下去撞上一次的速度 然後你想知道 地面要受多少力 你要需要什麼條件 質量 質量 好 假設質量是M 還有什麼條件 還需要什麼條件 你給我一條件 我給你全世界 我給你一條件 可以我給你一條件 這邊一條件給你 請你給我全世界 我是說一條件 一條件 什麼意思 一條件 一個條件 一個條件 之前無序 他腳也就說 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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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你該怎麼講 那只能用條來形容了吧 是是是 可以用一條件 對 他是在想找那種去 還有什麼條件 那怎麼看 我們在這邊看 時間池 對 時間 時間 接觸時間 這個球在這邊有需要 有經歷過的時間 你看 撞下去 跟地板接觸了 變形 到那彈上來 這東西的作用時間 作用時間很重要 你這作用時間也知道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F delta T 等於知道了 M delta V 對不對 你 delta V 在這裡啊 V1-V06 delta V M有了 時間有了 我就可以算是力量 我力量就算出來了 對不對 假設一個球 質量是 500克 我掉地上的速度是 每秒20公尺 我反彈的時候 負的 或者是掉地上的速度是 每秒20公尺 我反彈的時候 反彈的時候 因為這個正負方向 代表你這個 我們考慮事情的方向 假設像是負的 向上是正的 好 反彈的時候的速度是 每秒20公尺 反彈應該會稍微減多一點 有能量損失的 對不對 稍微減多一點 好了 我的作用時間 懂 你讓我彈一下 多少時間 0.2秒 好 0.2秒 請問一下 地板給他的重力多少 0.5秒 等到 0.5秒 等到 0.5秒 0.5秒 等到 15-20 減-20 等於 F等到 0.2秒 F等於0.25秒 S 減-20 出過去 減掉 減掉 35 減掉 減掉 2.5 得到 9.5 是嗎 幫我們生錯 那我想想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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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嗎 10 7 97 975 這97 這次 大概為什麼 這就是 這就是 D 想一下 這個錄影帶來不會上傳 現在沒有聽懂 拜託我們一直在看一次錄影帶來的 OK 我相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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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